主席 主席 本期想要請夏主委 請要請夏主委 夏委員總 主委好 這一次的馬錫會 世界數目 然後馬錫會的過程裡面 以你的說法 分成開場談話 以及第二階段的正式會談 以及會後記者會 那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要請問夏主委 美國官方有沒有正式評論 美國官方在昨天 我看到的是表示歡迎 他們希望看到兩岸能夠 所以美國官方是肯定的 是肯定的 歡迎的 對 請問一下歐盟官方有沒有發表評論 歐盟官方也有發表評論 是不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 當然是肯定的 日本官方有沒有發表評論 也有 那是否定還是肯定的 這個剛剛令狐市長都有報告 是肯定的 是的 所以世界這主要的國家 美國官方 歐盟官方 日本官方 都對馬錫會持以高度的肯定 但是我們台灣好像有人不太肯定 請教一下夏主委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 這兩天一再指控 馬英九在這一次的馬錫會裡面 開場談話 沒有談一中各表 你覺得這樣的指控 你有什麼回應 因為我們在開場的時候談話 希望能夠第一個氣氛要比較融合 而且馬總統有聲明 他說我等一下這個議題 我會再持續的再進一步說明 所以他在進一步說明的時候 就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他在記者會的時候 更是把幾乎全部都講出來了 那我手上剛剛拿到你們陸委會 一個馬總統正式會談的談話全文 這裡面每一個字 是不是馬總統在閉門的正式談話裡面 所講的每一個字 這是竹字稿 所以沒有這個竹字稿以外的談話 沒有 那也沒有這個竹字稿裡面 有漏掉他談話的地方 沒有 所以百分之百精準 百分之一百 好 那你在這裡面的談話的第一段裡面提到說 馬英九講說 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然後我方表示 內容完全不涉及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與台灣獨立 因為這是中華民國憲法所不容許的 這樣的定位非常明確 也獲得台灣多數民意的共識 請問這段話 請問這段話 是不是馬英九總統面對習近平先生 直接了當講給他聽的 是的 是直接的正式表述 正式 所以我方有文字稿 對方應該也有竹字文字稿 我相信他們也會去做下來 所以我方會成為一個歷史檔案 對方也會成為歷史檔案 那這樣一來 蔡英文小姐她說馬英九沒有講一中各表 只是沒有在公開談話講的時候 就不算數是不是 我想公開談話我們一再強調 只她把這個題目引出來 她說後面我會比較詳細的說明 那自由時報的指控你們在公開談話沒有講 就不算數 在正式會談裡面有講就不算數是不是 應該正式談話是更重要的 對 你們要講清楚正式談話更重要 再來請教一下 下主委 蔡英文小姐公開指控 她說你們這次的會談 框架了台灣未來的各種可能的選擇 當然其中她是直接的暗示 講台獨選擇權 請問如果馬英九上去跟習近平講說 我們要有台獨選擇權 結果怎麼樣 我想這個純粹意思不必 不可能會發生的事 因為馬總統是堅持按照中華民國的憲法的架構之下 來再推動兩岸關係 以你的兩岸會商的經驗 如果今天突然間有一位姓蔡的 比如蔡正元 也想要蔡習慧 我就直接了當去跟他講 所以我要跟你講台獨選擇權 他會跟我見面嗎 我想這個 就是說我們見面的基礎 就是這個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所以沒有這個基礎 我相信這次見面是有高度的困難 那馬英九在談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這句話出來之前 他有先鋪陳 1992年8月1號 李登輝主持的國家統一委會通過 關於一個中國的含義的決議 他說內容是海峽兩岸軍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雙方所賦予之含義有所不同 是不是李登輝時代總統曾經這麼做過決議 當時是李總統主持的國家統一會議 然後黃公輝現在的台南黨主席 黃公輝先生是當時的陸委會 所以當年他們都同意了吧 是的 另外的他說 在1992年11月達成九二共識內容是 海峽兩岸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其含義可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 馬英九有沒有講這句話 有 當著習近平面講這句話 是的 好 然後最後的強調 馬英九的結論是 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有這樣講對不對 非常清楚的講的 那蔡英文是無水時高吃太多了 不然怎麼會講說她沒有講過一中各表 那你們怎麼不然沒有聲明去跟他澄清一下 我們其實當時就有聲明了 那蔡英文小姐她說 你們沒有去捍衛台灣自由民主的價值 你們是不是有這個問題 我們總統在這個稿子 如果大家看第七頁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頁數 最後說 中國近代史充滿了太多的戰亂紛擾 現在大陸政經實力崛起 加上台灣的民主發展與成就 都是中華民主的驕傲 所以我們也提到了我們的民主發展的成就 所以她有特別在習近平面前講 台灣的民主吧對不對 是 近來她有在習近平面前講 公開去宣傳台灣的民主 那蔡英文說你們沒有在馬錫衛裡面捍衛台灣的民主 宣揚台灣的民主 所以蔡英文就是 不知道狀況囉 我想她看到如果看到這個稿子 也許她的說法會不一樣 那你們要澄清嘛 不能她在選舉場合昨天電視一直講你們沒有捍衛啊 我談到捍衛我當然也有意見啊 至少我當過兵啊 我兒子也當過兵啊 陳水扁總統沒有當過兵啊 她不知道拿槍她怎麼知道捍衛 當然了蔡英文小姐她是女性不用當兵 她當然不知道當兵的滋味 我們可以諒解啊 但是嘴巴可以講捍衛啊 馬錫衛總統這次去 有沒有所謂捍衛台灣的價值 有 在哪一個方面捍衛台灣的價值 我想她整個這個談話 談到了這個 特別剛剛我提的那幾段話 加上我們台灣人對於這個 相關的這個中國大陸一些做法的感受啊 我們都覺得非常對這個是有負面的感受 我們都正式當面提出來 然後兩個人有沒有對等 有沒有維護到台灣的尊嚴 有 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稱呼 還有包括所有的座位安排 習近平有沒有放棄他的官嫌 有 習近平有沒有放棄他的國號 有 習近平有沒有放棄他的國旗 有 一個13億人口的統治者放棄這些 那我們是賺還是賠啊 我們是對等尊嚴的 那習近平在握手之前 你有沒有提早 像報章提早定位在那邊 提早到 同步到達 同步到達 那所以就對等尊嚴啊 是的 所以我們蔡英文小姐在指控的是 莫須有指控嘛 你提醒她回去 多吃點二水石膏 少吃點五水石膏 好 謝謝 請回 接下來請 林玉方委員質詢時間八分鐘 主席謝謝 請一下主委好嗎 請下主委 主委您好 我先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